台中购物节即将开跑 只要在台中市消费累计满500元 就可以上网登陆参加抽奖 有机会抽到千万豪宅 百万名车等奖品 金发局表示台中购物节APP 已经在6月底上线 活动将在10号开跑 目前已经有各大百货 量饭业者 连锁商家等各式店家响应 市府也将夜市摊贩集中区 还有市场摊商纳入 优惠商家超过15000家 更提出购物观光配套游城建议 就是要吸引人潮前来台中消费 市长卢秀燕发起的台中购物节即将开跑 9号上午的行动市政会议来到乌日区 由金发局进行购物节专案报告 局长表示 台中购物节APP已经在6月底上线 只要下载并注册成功者 就有机会抽中总统套房 及游戏主机等奖项 要为购物节兴起第一波的热潮 这个活动主要是全程on sale 全程 全程 就是全台中市on sale 那这个活动是希望能够吸引 全世界的人 不只是台湾的我们的同胞 吸引全世界到台湾的消费 来消费来台中这个 吃好的喝好的 然后来消费来抽大奖 这个活动只要消费500块 花500块你就会抽中的机会 购物节期间民众只要到店家消费之后 输入统一发票资讯 也可以扫描店家QR Code 登录消费资讯 累积金额参加抽奖 市府也规划台中购物宝活动 让民众借着累积点数 可以到特定优惠商家 免费兑换金美礼品 有2万家商家已经再加入特约 一般的收据 没有加入特约商店 你给消费 买可以 发票买可以登录 买可以中奖 但是呢 如果你去那个有特别张贴 台中购物节的商店 例如边边三间店 这间有加入特约商店 其他两间没有加入特约商店 其他两间当然消费满500块 也是可以你也可以来抽奖 也可以抽奖 但是那家有加入特约的 他你只要消费168块 就有三倍 除了购物消费可以抽奖之外 购物节的期间 民众只要到台中市赏屋 还可以参加特约看屋抽大奖活动 希望借此让商家拼经济 民众得好康 杰杨宗环台中采访报道